我們談完裴若西,我必須把時間往下挪 這次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共的軍事反應 G7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七大公約國家跟歐盟發表了聲明 希望中國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希望台灣能夠維持和平現狀 但是這樣的聲明引起中國外交部的不滿 本來外交部的王毅在東協的峰會裡面 取消了跟美國跟日本外長的會議 外交部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看到華碩瑩已經提到了,現在已經不是新的八國聯軍 舊的八國聯軍的思維應該拿掉 我們節省一點時間,我想請盛平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一下 華碩瑩提到這個新八國聯軍或舊八國聯軍 以及現在G7這個歐盟,到底他們能不能夠阻止中國的崛起 八國聯軍是中國的一個記憶 這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一個恥辱的象徵 現在剛好那是7國又發表這個聲明 似乎對中國又有一點指手畫腳 但其實相隔已經很遠了 現在沒有什麼國家可能再向中國派遣這種部隊來 就無論中國做什麼事 哪怕這次把 所以很慌張的事 當時是 殺掉了德國的公使 這次如果把普洛西擊落的反應 也就是一種政治宣傳而已 沒有什麼真實的含義 他也沒有這個實力 比如說日本修憲 其實他修憲不是為了台灣 也不是為了對抗中國 講穿了就是想擺脫美國的控制 恢復一個正常國家的應該有的那些權利和尊嚴 這麼大的國家了 還有美國駐軍在那兒 德國也一樣 其實都是為自己 今天誰都看得到 中國你是打不死的 經濟實力在那兒 軍事實力也在那兒 八國聯軍這就是一個永遠已經過去的一段時期 但中國自己那些 那些左派也不應該把這段歷史不停的兜出來 其實這一次所謂擊落軍機那個做法 多少就有一點義和團的風采 這邊是義和團 那邊是八國聯軍 對在一起 最後就很可能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就當你把你的對手想成是個魔鬼的時候 他最後真就會成為一個魔鬼 這就是一種 因為你這樣去對待他 大家博弈來博弈去 就會變成那個樣子 其實今天的世界已經非常非常多元了 你看這一次佩洛西去韓國的總統就躲著他 在日本沒有人就是隨著他的這麼高調在那跳 只是這個老太太自己給自己找到了一個感覺 他這個感覺是別人要付代價的 尤文你怎麼看 看到這個G7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在現在的地緣政治架構之下 我覺得從這個西方的反應來看 他肯定是要有所反應的 其實從這個西方的這樣一個姓名來看 他並不是說太強烈 對 只不過是用裡面用了一個詞說 侵略性的軍演 軍演 對 侵略性的軍演 他不說你侵略台灣 其實就是這個軍演本身具有侵略性 大概是這麼個意思 當然這個詞對中方來看起來很刺眼 基於這個我們講這個八國這個所謂歐盟 當然歐盟也不是鐵板一塊 歐盟我們講的有新歐洲老歐洲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就已經以前的時候 我們經常說老歐洲西歐為例吧 也就是七大共演國 加上歐盟等等 這樣一個能否阻止中國的問題 我覺得從第一現在這個世界 不管說雖然這個脫高的趨勢 但是還是在進行 但是這個世界的這種緊密的領域程度 也不是說你都想完全脫高 一下子就能夠脫的 他就算是能夠完全脫低 他也得花一段時間 我估計沒有個十年八年 你可能完全脫低的 事實上其實也做不到這一點 另外從中國的這樣一個軍力 這樣一個經濟的發展程度來看的話 要我們講這個非常100多年前的八國聯軍 帶上現代來看 那就簡直是兩個不同的這樣一個世界了 所以像布蘭多簡單的這樣一個綠比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西方的這樣一個意志的問題 美國可能有這樣非常強烈的意志 要把中國遏制住 但是歐洲其他國家有不有這種強烈的意志 他們是不是會在考量自身的國家利益 就是我在緊跟美國的過程中 那麼一旦中方的反制 違反我的利益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們看到比如講英國的外長 他說他也批評這次我們講中國的軍演 也批評中國的這種過程反應 但是他說如果我當成手上 我就不會去訪問 就是我不會去台灣訪問的 當然這也是就是說 他說英國的規定就是 房長外長手上是不能夠去的 這儘管是一個規定 但是目前這樣一個時刻 他講這個話本身 他就是全的一個信號 我可能不會跟隨美國 來挑戰你的所謂的黑身利益的問題 所以這裡面的一個意見就是 就是西方七國除了美國之外的其他六國 他適合有美國 我這樣的非常強烈的意志要遏制中國 我是各種需要打一個問號的 他們會跟隨美國 會遏制中國 也會對中國打所謂的新裝牌 台灣牌 但是這個打到什麼程度 他們可能是要考量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這個 所謂的窮演過去的八國聯軍的這樣一個東西 我覺得當年也是算是一個天方夜談的 所以講這個 軍長呢 軍長你們看法呢 我覺得八國聯軍這個比例 這個華晨雲真是自己在詆毀自己 自討其辱 這個八國聯軍和義和團那場戰爭 包括中國政府清政府的那個埋胎 那真的是一個對中國本身實際上是一個 那是一個耻辱 就是說本來呢 你說你跑去對吧 義和團這些全民起來都在那瞎鬧事 對吧到處打人啊什麼燒教堂 然後導致了八國聯軍的介入 那實際上哪個國家到這個時候 對吧你要有能力都會介入的 不要還說你是個弱國 你可以強過人家也得要介入 那所以八國聯軍本來是對義和團 瞎胡鬧的一個反應 而且最後呢 清政府宣戰之後 他把清政府打敗 當時後來呢 李鴻章聯合那個 呃 有什麼一 然後他們後來這個東南自保對吧 西方也承認了 就說只要你不參戰的地方 我們都不派兵 我們都不過去 那麼後來最後呢 也是達成了一個協議 當清政府願意的時候 他們也考慮到清政府的實際化 最後呢 就追究了底下的一些人的責任 同時呢 那還是把慈禧啊 和那個誰光緒給豁免了 所以其實從八國聯軍這項上看的話 西方做的呢 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做的還是有理有理有結的 按照了國際法律規定 就是而中國在這方面呢 先是義和團那兒瞎鬧騰 後來那個清政府在那兒 打不過別人還亂打 而且還支持了一些 這種暴民式的行為 它不是個外交行為吧 它也不是個戰爭 就是那種文明戰爭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那這個例子呢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好像倒出了華春瑩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要把這段歷史按到這頭上 這個共產黨啊 就搞這種欺騙性宣傳 現在還真的騙不了 這個聖平老師批評的公知 倒是能騙那些共產黨的那些 大大小小的官員 還有中國的那些憤青們 那些沒有真的沒有去 好好獨立思考過歷史的憤青們 那好了 當然帝國主義 有沒有侵略中國呢 這要區分 要看事情看哪個國家 那當時清政府都說密儀就很好 密儀就說是美國 美國叫密儀 他們覺得呢 其實最壞就是俄國和日本 這是最壞的 德國連都相對都還可以的 就是在這個 包括在戰爭中的行為和在戰後 就是比如他們雖然也 也因為中國有一些的不平等條約 這都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呢 那一段的歷史啊 共產黨在自己對號入座 其實在自己罵自己 自己是把自己降定了自己的文明水準 那當然中國現實情況什麼呢 現實情況就是我自己就是看完了 就是在實際上如果發生戰爭之前的 民心表動來說的話 我覺得中國真的是那些老百姓啊 包括老百姓的反應啊 確實讓人汗顏 比當年日本和德國 就是那些法西斯表現的 還缺乏一個文明水準 你看看那些人 就是當然有的人說他們在自己 搧自己耳刮呀 就是我就覺得還有那個在摔凳子 那個樣子我就覺得 那實在不像這個文明社會中的 這種表現 那你說你罵習近平 這個我可能聽得挺高興 但是如果是這樣一種討伐習近平的話 那最後真的習近平下來之後 他們要是來決定中國命運 那到底是中國命運 這個也確實讓人擔心 那就是這個和平先生幾次講到 中國現在這個怎麼走 好像都會有一些問題 那回頭來說呢 但是八國聯軍和義和團的故事 不會重演是 中國有義和團的那個背景 也有那麼一個習近平這個政府啊 這個他可能比清政府手裡力量大一些 但他這個腦子差不多 我覺得跟當時慈禧的想法 可能還不一定比慈禧更文明啊 這個習近平 那麼但是西方已經不是當年的西方了 說你就真的說你在中國 你殺一些人 西方也不會派軍隊來 當然一個有中國的軍隊在這兒啊 比較強大 那麼他會假如中國像阿富汗那樣 像伊拉克那樣 那個西方會派兵 美國會派兵 這是另外一個人 但是不管怎麼樣西方呢 會比過去就是我們到二次大戰之後 西方放棄了很多殖民地 而且也開始把那種說這個公司啊 能夠去跟 你知道西方後來定了一些成就說 不許他們的公司去在國外搞什麼 行賄受賄啊 定這些規則 也是因為當時在第三世界 在走向獨立之後呢 發現呢 這個西方的跨國公司 在本國扶植一些落後和保守野蠻的勢力 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那麼西方後來說呢 這個事他們也要放棄 就是因為殖民主義 他要放棄 所以做了一些本國做的立法約束 他們確實不會再去想干預 向過去來解決就是這些野蠻 當一個國家發生了野蠻 對待他們的國家的時候 他們不會再像過去那種戰爭方式來解決問題了 那麼他們可能會進行制裁 會進行什麼什麼這個那個的 那回過頭 但是呢我覺得關於是不是他們會 要阻擋中國崛起呢 我認為他們沒法阻擋中國的崛起 他們現在也清楚 中國人呢 因為人口基數在這兒 中國的這個包括人的這種勞動精神都在這兒 中國只要是給和平時機 政府不要瞎胡鬧 中國人的這個崛起啊 就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但是呢 他可以不讓你 他可以 而且西方也不認為這種崛起就是有危害 有危害 不過呢如果在你具有侵略性的 就是剛才講那個詞 其實那個育兒說那個詞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個侵略性的崛起 而不是胡錦昭當時忽悠西方人說的和平崛起的話 那麼這個崛起西方會很警惕 他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我還是說他沒有辦法阻止你 但是他會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在發動戰爭的時候 他會對進行阻止 剛才聖平講的說其實中美之間很難打一場戰爭 那是一個全面戰爭很難打 但是一個局部的戰爭 在一個局部的海域空域打一場戰爭 這是可能的 特別中國如果跟日本打的話 日本沒有核武器 那麼有個美日安全條約 這個是真實的安保條約 那美國還是要盡著自己的責任的 那麼在這些地方 我覺得如果要是發生一些局部戰爭的話 那麼西方還是會堅定的會支持 而且會有一些制裁性的措施 這些措施會影響中國的崛起的速度和它的規模 但最主要一點我覺得 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一個競爭對手 其實有沒有佩洛西去到台灣 有沒有中國這個軍演 美國這個都是已經已經上路了這些措施 它會影響你的崛起的質量 就是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崛起 比如前蘇聯它也崛起過 德國也崛起過 但是它在它的技術上始終是落後別人一個檔次 而且一旦你表現出有侵略性的時候 別人就會限制你在技術層面上這種發展的 就是說你會有個天花板 也許GDP人均GDP你都可以到一個規模 但是你在技術上你會有個天花板 中國在歷史上人家講說 即使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時候 中國還是世界最大的 打鴉片戰爭的時候 中國幾次被佔伴 中國的GDP還是世界上最大的 但是你的這個崛起的這個 你的這個質量不行 特別技術含量 還有這個文明的文明程度含量不行 當然了這些問題說到底 中國能不能崛起 中國能不能夠被國際社會接納 這個也不是國際社會怎麼看 也不是那個老大象怎麼看 就剛才玉文也說了 西方國家也不是說都想 以美國為馬的手勢沾 對吧 特別是川普 前總統出來之後 他們都覺得美國並不可靠 在會不會為別的國家 為世界秩序 真的願意付出自己代價 在出一個這種民粹的總統 還願不願意承擔責任 其實這些從歐洲到日本 他們都在想這個問題 但是回過來說 就說中國如果你要真的想 讓這個世界接納你至少就是 老大不接受你當老二的人 人只要很多國家說只要不是老大 他們老二他們並不在意這個世界 反正他不是老大和老二 那麼這就取決於中國人自己做什麼 我覺得習近平現在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讓這個世界對他不放心 本來人們對這個中國一些事吧 還是像跟美國跟的這個比較不緊 就是拜登上來之後 這裡有川普前總統影響 也有一些他判斷歐洲的判斷 日本判斷是跟美國不一樣的 日本跟對中國的判斷 一開始就跟美國不一樣 包括天安門大屠殺八成獸 也跟美國不一樣 後來我覺得就是因為習近平做了一些事情 讓那些人覺得好像美國的說法是對的 他們就是想推翻所有的國際規則 要靠實力來說話 來解決這個跟別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所以這一次用軍演的方式 就是按照順平來說說 用軍演的方式用這個武力的方式 來回應一個政治上的一個你不喜歡的事情 這個本身會讓那些國家會覺得中國的崛起 讓他們會很擔心 所以他們可能會支持美國的 會附和美國的 中國崛起是誰也擋不住的 但是要有一個天花板 一個技術性的天花板 讓它不能是一個高質量的 真的就是能夠影響左右世界格局的這種崛起 嗯 何必你覺得這個建區團結的G7 真的能夠更加的緊密在一起來對抗中國嗎 當然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因為美國國家基本的利益不一樣 西方之所以進行了非常可恥的 不堪回首的 令中國人感覺到今天痛心疾首的 對全世界很多的國家執行殖民地 甚至進行了可恥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 對中國造成這樣一種巨大的 不可接受的這樣一個歷史的記憶 那就是因為當時的西方列強自己的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 它已經不能滿足於自己的生產的需求了 它需要搞殖民地 但是殖民地可恥的政業已經過去了 冷戰和熱戰二戰也過去了 現在是西方離不開中國 中國也離不開西方 因為西方的技術的發展 西方的某一些文明的價值 西方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獨立的司法 很多很多方面包括市場經濟方面 中國還沒有走出南美的這個陷阱 中產階級收入的這個陷阱 還有很多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我覺得中國不是說簡單的 決不決起的問題 中國是需要解決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民生很多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有解決起來 雖然中國在扶貧方面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我一點都不同意王俊濤博士的那樣一種輕描淡寫的 這個講中國的扶貧怎麼怎麼樣 當然中國有很多嚴重的問題 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呢 中國政府的努力也好 中國老百姓的勤奮也好 已經創造出今天的實力 讓這個新八國聯軍也好 九國聯軍也好 已經一切不復反了 但是中國不能生活在這個歷史的記憶中間 中國還是要向西方學習 但是西方也不要簡單地認為 有了人權有了民主 就無視於一個民族的情感 因為民族的情感 和西方的人權價值和民族價值一樣的 是一個國家的基本的精神 如果一個國家它缺乏了一種民族的情感 這個國家是不能成為國家 它就會變成共產主義的一部分 變成世界大同的一部分 好了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就回應和平先生一點 就是說剛才講到扶貧這個事呢 和平先生你沒有真的到貧困地方去 我去過去了解這些扶貧的這些事情 在沿岸我做個調查 我告訴你貧困的地區的人 是有他自己的包括經濟文化 他是有自己的資深問題的 你不用把中國像東南沿海等等一些地方 還有像中部地區一些人 謀求這個自己改變命運的這種熱情 你不要去把加到所有的中國人身上 中國有一部分人確確實實 不是你說的這樣的 第一個第二個呢 那些地方的幹部 包括中央下去的幹部 也是有很大問題的 中國人都知道 去過的人都知道這 那就是我們不能說 其實嚴格說也沒有這麼什麼 一樣的中國人 中國人是分成不同的人的 我就說這麼多 OK 好 謝謝這個王金刀 謝謝鄧一文 謝謝黃盛民 謝謝和平 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軍運動作高一段落 我們謝謝大家的關注跟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導遊 謝謝再見 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感謝您收看明鏡電視頻道 謝謝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感謝您收看明鏡電視頻道 敬請您來點贊 轉發訂閱 並且推薦給您的親友 可以請您利用視頻下方的